也由於這疫苗到貨時程不一 目前國內有AZ疫苗還有莫德納疫苗 是否這兩種疫苗可以混打呢 根據這英國跟西班牙的初步研究 混打AZ疫苗跟輝瑞BNT疫苗 發燒頭痛等等的副作用呢 比起打單一種的疫苗是來的大了一些 但是沒有安全上的疑慮 而國內專家則是看法不一 是否考慮混打 還必須等指揮中心 經由專家諮詢小組進步的評估 千戶萬換第一批十萬劑莫德納疫苗 終於在二十八號抵台 十二署力拼六月十一號完成檢驗封肩 加上日前到獲得四十一萬多劑AZ疫苗 外界好奇兩種疫苗能不能混打 前台大感染科醫師林士璧在臉書發文 先打AZ疫苗再打莫德納疫苗是可行的 不過專家看法不一 目前我們不建議混打 除非有很特殊的情形 比如說你對第一劑的AZ疫苗 產生過敏性修剋 或者是其他嚴重不良反應 不能夠再接種AZ疫苗的時候 那時候才可以討論接種莫德納疫苗 混打的不良反應是稍微多一點點 但是我們在說有些發燒 有些混打 是不是抗理下降就比較高 如果用這樣來觀渡來講 或許他們真的產生抗理會比較好 國外初步研究疫苗混打 雖然副作用比較大 但是不會造成安全上的疑慮 有專家也認為 從過往輪狀病毒 肺炎鏈球菌疫苗 也有混合不同廠牌的經驗 或許在現階段疫苗不足情況下 可以考慮混打 用這樣理論 可能是不是因為體內產生抗體的關係 所以第二劑在打的時候 可能如果是用不同的 不同的機轉去做的疫苗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點 國內目前都只有AZ疫苗施打後 過敏或嚴重不良反應 未來莫德納疫苗也加入接種行列 施打後的情況也必須再觀察 是否兩種不同疫苗混打 指揮中心說還得由專家諮詢小組仔細評估再做決定 記者綜合報導